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补我们的肾阳 但是昨天我们留了一道问题 来 请看大屏幕 虽然我们用了很多的方法 又补肾阳 又补肾阴 但是我们的肾依然被五花大绑 还有两道枷锁要被解开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让我们欢迎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广门医院的 王波副主任医师 欢迎王医生 欢迎王医生 先来讲一讲 接下来您会跟我们讲一讲什么呢 有什么问题需要怎么样去解救它呢 其实这两道枷锁解救的时候 也是跟我们身体的和大自然的相关性有关 其实中医真的是一个普世科学 它就是把整个人和自然 特别和谐地给它统一在一起 我呢就特别对这个中医古籍里头 这个五一六七这个学说感兴趣 所以呢一直都在这个临床上 应用这个五一六七这个学说去治病 观察这个每年的天气变化也很有意思 要解救它剩下的两条链条呢 我们呢就要根据我们每年的 跟人有关的这个天气变化来说了 那么针对今年来说呢 我们呢就要根据今年的特殊的孕 进一步解救沈先生 来看一看 年运是以金 木 水 火 土 五个标记 那么呢 配以甲 乙 丙 丁 物 己 庚 心 人 鬼 石 天干 用这个作为标记 那么呢造成了这个五个不同的组合 大家看处于上方的这五个 是属于太过也就是说会更加的抗进 更加的抗胜 处于下方的呢是属于不足 虚弱 这就是中医说的太过不及 今天是辛丑的对吧 天干呢为辛 大家看 这个里头辛是处于在对应的是水 并且在水的下方 所以呢它就是属于叫什么叫水运不足 这就是今年的整个的年运的特点了 辛在水下 所以水运不足 对 那明年呢 明年是人 明年是人寅年 人寅年 对 你看大家看 人在对应的是什么呢 木 木 它是属于木的上方 是属于抗进的部分 生发 就叫木韵太过 木韵太过会怎么 木韵太过 我们历春的时候给大家讲解 好 所以呢 像今年对于我们来说 身体里头水液的运行效率 就会变得很低下 也就是我们排水的效率 就会变得很低下 在我们的身体上 就会有什么表现呢 那么如果我们的水的 排水的效率低下 在我们身体内 就会出现什么呢 尿少啊 浮肿啊 这种情况就会常见一些 就是像今年 其实我们在临床上 经常见到有的患者 就是今年喝水 可能还挺多 但是感觉就是尿比较少 或者尿虽然次数多 但是每一次尿都会比较少 这种情况 然后多少呢 早上起来 我们的面部 眼皮啊 比如说稍微有点熬夜 可能以前觉得都还行 往年的时候都觉得还可以 但今年的时候就觉得 眼皮就那种种种的感觉啊 那种胀胀的感觉 有 包括说我们的脚底下 会有一些上年岁的人 脚底下会有一些浮肿的 那种感觉 就是刚才说起的这个肿 前一段就有一次 就是反正挺厉害的 我起了以后 脚肿的挺厉害 我又摁了 还有一个坑 完了我当时照照片了 呀哈 对 发朋友圈 不是发朋友圈 我记录下来 我想害怕呀 你不知道那种感觉 就是 就是有句话讲的 就男怕穿靴 女怕戴帽 对 就是你脚 脚肿了以后吧 下床的时候 穿拖鞋 就拖鞋那个 就那个 塞不进去 塞着有点费劲 当时我就 照片你看 照片您看 您看一眼 这么严重啊 当时我第一反应是 我肾可能得 就有病了 你怎么会想到 肾会出问题 因为老 就都说这腹肿 眼睛肿啊 什么手肿 都跟肾有关系 怎么个关系 就是 就是就这种关联 这怎么个关系 您问我 我 因为我 咱不是医生啊 咱得听专家 给我解释啊 因为呢 我们讲说 肾为水噪 咱们讲说 肾呢 是我们身体的 这种水液 气化排出体外的 一个最重要的 一个噪符了 那么所以呢 虽然我们身体 有很多的 筋液的代谢 通过在肾的功能 在膀胱这块 把它变成水 然后通过膀胱 排出体外 这是我们主要的 一个筋液的 一个变成水的 排泄方式 当我们今年 水运不足的时候 这个水的这种 排出效率 就会变得特别的低 所以这个时候 水液就会在 我们身体里停留 那么对于 我们身体来讲呢 像这个呢 就是易于皮肤的时候 它就会形成 这种浮肿的情况 因为水呢 是属于阴邪 对吧 这个水往低处走嘛 所以它一般来说 都会往我们的下肢 会走得会明显一点 是是是 就是 就是我起来了以后 除了脚肿啊 这脸也感觉很肿 就眼睛有点睁不开 就还是 还是想躺着接着睡 就那种感觉 就跟没睡醒似的 那之所以会 早上起来的时候 会感觉到有 这个面部 有这种肿的情况呢 是因为 我们的水湿 如果停留过多的时候 面部为阳气的 这种经络 汇聚的地方 那么水湿 更重的时候 它会 侵袭到我们身体的 阳的这个部位 使得我们面部 有一个浮肿的感觉 但一般来说呢 白天应该自然能消除 是这样的 然后刚才主任讲的时候 我也在想 就是我妈妈 其实就是 她是连小腿都会 一摁就一个坑 对 而且她不是像王大那种 偶尔有一次 她是长期 就近一个月 她可能都会这样 所以大家现在理解 水运不足 这四个字了吧 就是我们理解 就是说 她运水的 这个能力不足 然后水呢 也没有被足够地 运出去 排出去 导致在身体里的淤积 对 肾的排水能力 这个下降 水运不足导致了 还有什么情况呢 因为今年整个的年运 是水运不足 就造成了什么呢 我们的水液的效率会低下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整个的肾 肾气 它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咱们呢 可以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让大家更直观地 体会到什么呢 是水运不足 对肾产生的影响 咱们同样还是小道具 讲大道理 有请王医生 身体内 无论我们身体 喝的水 还是吃的东西里头的水分 在身体里 转化成筋液 代谢完了以后 最后都要通过什么呢 把它通过经络 转输到我们的 包括三胶 这个水的通路 转输到我们的 膀胱这块 通过肾 把它气化成水 排出去 这个杯子呢 就代表肾气 用它肾气的作用 去把我们的水转化出去 这是它的这个功能 那正常的时候 我们身体里头 有这么多的水 那么我要把它排出去 正常呢 我们如果在不同的 在其他年份 我们的水运 这个不是不足的时候 我的每一个 每一次都能 快一整杯水 这样 把我身体内 存积的这些东西 转化成水 但是当水运不足的时候 是什么呢 是排水能力 滴下了 也就是我的肾 转化水湿的能力 现在每次只能有一半的量 不可能全满 那这个时候 我就要频繁地 多次地去运行 让它多次地倒来倒去 把水给它弄出去 就是简单来理解 同样体积的这个水 要被排出去 因为它的能力不足 它叫增加做工的次数 结果就会导致肾脏受损 随着它的次数 增加 它的做工 也就会更容易累 慢慢地就会出现 破损 疲劳 久而久之 这种超负荷的运转的话 就会使肾气更加疲劳 继而出现破损 肾气就会变得不足 这是今年的一个特点 肾气不足 比较典型的一些表现 有什么呢 刚才咱们讲 肾气呢 因为它更多的 今年更多地去 疲于应付这个水运不足 这件事 它的耗损以后 它其他功能就会受到影响 肾的最主要 另外一个功能 就是顾涉作用 就会受到影响了 那么呢 像一般来说 我们的这种 老年人孩子会见得比较频繁 像今天冬天的时候 老年人的船 小孩的咳嗽 就特别地多见 因为呢 肾主那气 它对这个肾气呢 是一个瘾的作用 中也有一个说法 叫做肺为气之主 肾为气之根 那么肺气往里吸的时候 它是靠着肾气的一个 收纳的这个引子的作用 才能把它启动起来 所以当肾气不足的时候 感觉我们呼吸都特别地虚 这个时候 老年人会感觉什么呢 气不够用 呼多吸少 呼的时候还行 吸的时候费劲 就是肾气不足导致的 像我们在临床上 当时看到了有一个患者 这个孩子是七岁 出现那种喘的声音 你说他是 你说他是真的是哮喘吗 没有 不是那个感觉 就感觉反正是吸进的时候 气管有痙攣的情况 但是他自己也不觉得憋闷 但是按照那个 吸医的那种直喘的这种药 用完了以后 也不太管用 到我们这来看的时候呢 他就是尺脉就比较弱 然后我就说 他这个正气伤得比较厉害 后来呢 我就呢 调整的时候呢 着重给他 稳固了一下肾气 和肺和肾一块治 那么呢 他很快就恢复过来了 这个是比较明显的一个例子 其实呢 除了气以外 呼吸以外 同时呢 我们的筋液代谢 肺和肾之间 也有很密切的联系 那么当我们的肾的 这个气化的 这个水师的能力 气化水的功能下降了以后 那么说什么呢 肺呢 输不筋液的 肾呢 是煮水的 那么肺为水之上源 由于水云不足以后 造成了肾气的损害以后 它的功能下降以后 就更不容易 把我们的身体的水液 代谢下去 肺上到这个水师 就无处可去 就在肺这边 开始排队 积压 那么这个时候 水多了以后 就会变得粘稠 就会化生成 什么呢 弹湿 那么这就说什么呢 实际上说 我们的肺里头 产生的很多的弹 取决于我们的肾上的 这个排水的能力 因为它是我们 管道的最下层 如果它这堵了 最后慢慢地 就会把这个水师 一步一步 寻根就倒到这个肺上 肺这块 就开始出现了弹湿 那么咱们讲什么呢 叫做肺为储弹之气 当我们生弹的时候 肺首先是一个 储弹的一个器官 它首当其出 刚才我听了专家在讲 我就想起了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呢 本身就有慢足肺 所以我们平时 他咳嗽啊什么的 我们也不太在意 刚才专家在说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想 我的父亲呢 今年特别尿少 他每次杀尿都要到什么程度 是我们催着他 呀你已经很长时间 没去杀尿了 你赶紧去杀尿 他总说没尿 水喝得很多 可依然就是今年尿非常少 还有一个就是 他的咳嗽 就是比往年更加地厉害 可是咳嗽呢 又非常的费劲 而且他胸部有很大的呼噜声 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这种声音就更大了 我非常担心他 为此我还专门给他 拍了一个小片 来 咱们看看来 这是怎么回事了 这种情况呢 其实呢 比我们的痰呢 要稍微重一点 痰呢实际上有一定的 这种肾气不足的情况 刚才咱们讲呢 肺就相当于是个容器 当它满了的时候 它就会变成溢出来 变成另外一种形态的东西 更粘稠的东西 叫做瘾 瘾呢 像咱们讲说瘾呢 有好几种 容易停留好几个地方 像这位老先生 他实际上就是说 像什么呢 就是我们说的那种 知瘾 就是停于这种肺 肺之间的 还有呢 咱们说呢 叫做悬瘾 就是说在胸隔之间的 他一躺下的时候 他就觉得憋悶得很难受 呼噜呼噜响 坐起来呢 稍微地会舒服一点 这类的人呢 基本上他就喜欢坐着 半坐着去睡觉 躺着就难受 对 喘不上气 嗯 还有什么症状 一般来讲呢 痰瘾的东西 它不仅仅储存于肺 它当肺能力有限 已经收不住的时候 它往四处都跑 还有一个呢 就是容易到我们的胃里头 就是前两天也是一个 我一朋友过来说 找看个病 说他呢 最近这个 有身体不舒服 我说怎么不舒服 他说反正就是 感觉像有痰 但是那痰不是咳的 是恶心 呕出来的痰 确实是痰 他说我并不是偶东西 我是偶痰 然后吃什么东西的时候呢 胃胀得特别厉害 然后呢 我就一把脉 我就说这个 我说你这个有可能就是说 痰瘾停留于胃肠了 他说是 他说我吃完了以后 躺下的时候 能听到胃肠里咕噜咕噜响 那么这就是 痰瘾停留于胃肠 这么一个表现 然后呢 更多的呢 像我们肿这种的呢 就是痰瘾 异于这个皮肤 就是相当于我们已经 不在脏腑内待着了 我要到皮肤上去了 然后会出现什么情况 腹肿 全身腹肿的这种情况 那他这个 他肿了以后 他最后他 到底排没排出去啊 排得出去 但是就像咱们 排队等东西似的 等着排 他的效率在低下的时候 你是不是后头就在积压啊 不断地积压 对 这个时候 在你每天生活的状态中 每天都处于积压状态的时候 这个症状就持续地 反复地出现 对 那我问一句啊 再多问一句 那我每天少喝水 是不是能好一点 少喝水肯定是不行的 肯定是不行的 咱们讲的是什么呢 我身体里头的 水液的代谢的效率 并不是在于你源头 给的多和少的问题 对 还有什么 还有一种情况 这个呢 咱们讲啊 中医里头 风痰啊 是特别重的 就是我又有痰 它是粘稠的东西 它到处蒙 就是到处呼住我们的孔窍 风呢 又到处吹 就跟那个 上头吹那个纸 到处呼我们身体的孔窍一样 但是呢 因为风呢 是阳血 它一吸阳位 我们的头脑是阳位 但是我们头脑身体 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一块 当风痰上扰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什么呢 就是不是那种 头重如火 裹个毛巾的样子了 就是悬晕 天旋地转 厉害的情况下 还容易中风 这悬晕我也有 就是突然间的瞬间 晕一下 什么毛病啊 血压也不高啊 也没什么颈椎 更多的毛病啊 然后就觉得是 还是老了 还是受风了什么的 看来可能还是跟 肾气虚有关系 我也是 为了这个事 我前两天 我还专门去医院 做了个检查 我以为我是不是 颈椎病又犯了 为什么老是头晕啊 完了以后 天昏地暗的 有时候就瞬间 不会说眼很长 眼睛一黑还是什么 对对 就是晕火 我专门去 过性的 对 然后去做了检查 什么问题都没有 结果今天找到原因了 还有一种情况 当我们今年水云不足的时候 湿呢 一般来讲呢 就是大家比较常见了 因为咱们讲说 聚而成形为之水 散而无形为之湿 它是一个弥散性的状态 就像我身体处于一个什么呢 无论你有什么表现 你就考虑你身体处于一个 充满蒸汽的污渍里头 那些症状 头晕 恶心 头脑里头发蒙 有重罪感 憋气吸不上来 就是那种叫什么 粘质的感觉 对 沉 我是什么呀 就是每天中午 五号睡个午觉 一般能睡个半个小时 这特别明显 对 睡醒了以后 就是嘴儿血过不来了 对 脑子长时间处于一种 混沌的状态 我如果今天这一天 没有工作的话 我早晨呢 大概七点来中 我能醒 但是溜的一圈 我又回去睡了 我能睡睡醒醒 醒醒睡醒 就是起不来 你还是这样 而且呢 就是感觉就浑身很重 对 就是感觉我怎么那么累呀 是 你想就是刚才王医生说的 可是我睡一天 我都觉得累 对呀 就是王医生说的嘛 那都是废水啊 就跟你扛在身上 他可不是累嘛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健康之路节目 所有这些 我们就找到这个原因 是吧 那是不是就是肾气不足 然后导致什么呢 这个呢 咱们得看情况 因为从症状上 咱们说是这么去解释的 但其实呢 我们针对于每个人来说 中医辩证 还是要看他的舌苔脉相 嗯 才可以 嗯 做出一个比较明确的 这种诊断 刚才呢 我在那个 就是节目之前呢 刚才已经给四位嘉宾啊 都已经把了一下脉 看了一下舌头 脉相呢 其实比较专业 嗯 那么大家呢 可能也不太了解 那么我们就说 用一种 大家能可见的 这种方式 跟大家讲解一下 咱们来一号患者 一号患者 来请您一步 好 咱请那个 王医生 一个一个给看看 好 那您身舌头 给大家展示一下 还是看舌头 对 其实像 郝老师的舌苔呢 主要是比较红 然后舌苔比较腻 然后刚才我把了一下脉 其实您的脉呢 整体来说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但是呢 湿热偏重 湿热基本上 存在于肝和肠之间 就是肝和肠之上 这个湿热 会比较明显一点 这个呢 其实也是湿的一个表现 所以一般来说呢 您呢就是会有一阵一阵 这种烦躁 刚才您说的 头晕的情况 包括睡眠不好 睡起了以后 感觉缓不上劲的情况 对 都是因为我们入睡的时候 这个尝到那个湿气 在里头焖的这种感觉 然后醒的时候 需要一定的时间 去循环代谢 好厉害啊 好 谢谢您 谢谢 一会儿告诉您怎么办 好的 来 谁 二号 二号谁 我来吧 快 赶紧 您伸舌头看一下 湿的舌苔呢 就是白后腻的胎 刚才咱们在这个节目之前 把这个脉 实际上您呢 因为年龄也不大 其实脉相比较平稳 但是就是什么呢 就是脾胃的湿热比较重 脾胃湿热重 那么您见到的 很多肿的情况 其实是跟您的这个气肌失常 失衡有关系 最主要问题在脾上 在脾上 对 也就是说 其实您的问题呢 就是脾失重 但是达不到弹饮的程度 那么之所以腿上 还有一些肿的情况呢 可能有的是跟熬夜 还有您本身体胖有关系 它的代谢储存会稍微多一些 嗯 我就是这个意见 王主任 我怎么办 第一个 我觉得 减肥 这是个男孩 不是 你怎么办 怎么办 只能变副科了 来 下一位 张钦 好 全克大夫 您慢点啊 小心 刚才张老师 我之前把脾 您先伸一下舌头给大家看 它的舌胎呢 就属于偏淡的 然后偏薄的 这个舌胎呢 而且有点发 稍微有点发蛋白 然后它的脾呢 是比较细弱的 所以它呢 实际上有一定的 这种肾气不足的情况 然后呢 同时呢 就是说 您呢 应该注意到 补一些身体的一些气 肾气不足嘛 首先是气不足 然后肾也有一些 亏虚的情况 所以你得多注意一些 嗯 所以张钦姐才说 老锻炼老锻炼 但是感觉体重 减得不好 其实都是因为 运化 就是运的能力不足 对 排不出去 因为您的排的这个排泄 水湿的排泄的这个效率 还是很低的 所以说呢 您得多注意 是这个 我们来看一看啊 今天我们已经找到了 问题之所在 那接下来咱们就来看看 这两道枷锁 我们是如何 通过什么样的办法 把它给解开的 咱们先来看 第一道枷锁 您有什么办法 这两道枷锁 对肾产生 之所以产生影响 首先第一个 就是因为水运不足 水运不足以后呢 在排队的这些人 那就是什么呢 风餐露宿 嗯 就变成了 慢慢地由清凉的水 变成浊水 这个浊水呢 慢慢就会变得很粘稠 就像这个池子里头 变成了这个 颜色特别深的这个水 那么对于 我们浑浊以后 再想排的时候 就会变得更加费劲 那么肾的效率 就更加低 肾气损害就更大 针对这种情况呢 我们呢 给大家提供一个什么呢 一个泡脚的方法 那么呢 让大家呢 把我们的水呢 浊水尽快地排出去 这就是一个 我们祝顺 沥水的泡脚的方子 泡脚就可以 沥水 因为呢 我们呢 水呢 其实呢 我们讲它是阴邪 那么你要想调整它的话 一般来说呢 都要从我们的阴位去找 那么我们的头面为阳 那么脚呢 是这个为阴 而且呢 泳泉穴这个穴位呢 是一个我们身体的 开合的大穴 那么对于 整个激发我们肾的 这个作用 它会起到一个 很直接的作用 所以呢 尤其冬天还特别凉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去泡泡脚 还可以借着它 温热的这个劲儿 那么快速地 把它这些药物 发挥它相应的作用在里面 哎 你看 这就是神奇的地方 不理解啊 我问一句 我这水排不出去 还用泡 再拿水泡着它 那不更出不去了吗 如果是水种特别厉害的 肯定是不能泡的 宾馆 刚才各位 刚才点评的时候说 您的那个具体的谈 或者是在哪个脏腑 但关键都在于 我们最下一步 最后一步 排水这块 被今年的天气 所组织住了 肾受到影响了 所以说 其实都可以用于 日常保健来用 但是就像刚才 王楠说的 特别足够 腹肿特别厉害的是 不可以的 像我母亲那种 也是不可以的 因为它是小腿都肿了 那是不可以的 来 我们讲解一下 咱们这一共四个药 第一个是桂枝 第二个是无猪鱼 第三个鹿鹿通 第四个泽蟹 它是一个叫递进的关系 这个时候 桂枝它有一个什么作用呢 它可以通羊 通经络 温羊 它可以在我们身体的 整体的经络里头 它可以把里头 粘制了这些稠的水湿 把它尽快地排斩到 我们的肾这个部位上 等待我们肾 把它把水排出去 是这个作用 那么呢 吴珠仪呢 是一个心肝大热的药物 它本身呢 就是可以散寒 并且它能够入肾经 而且它有一定的 沥水的作用 它可以引我们身体的这些水 助我们的这个肾这块 把它温化 大家看 我们把无猪鱼 放进去以后 这个水就变得更加清凉了 因为呢 无猪鱼呢 它是一个暖肾沥水的 那么它可以暖肾阳 用肾的这个阳气 更有助于把这个 粘稠的物质 给它化成清晰的 有利于它排出 我们可以做一个演示 给大家看 首先呢 我们看啊 我们身体内 如果长期的这种水液 停滞的时候 它就会变得很粘稠 大家看 很粘稠 那么 如果我要把它化开的话 我要把它变得 更稀一些的话 一旦说 我们把它 搁在了 凉的水里头 我把它 搁在凉的水里头 基本上它就是原样 保持原样 因为寒煮凝滞 它会让粘稠的东西 更不容易化开 但如果我们去 温肾阳 让它搁在一个 比较温的里头 化开了 大家看 它就更容易化开 为什么要用无猪鱼呢 就是要温 要用它温热的作用 那么通过温的作用 使我们的粘稠的东西 存在于 肾这块的粘稠的水 变得更加的清晰 大家知道 清晰是更容易被排除 所以意思就是说 刚才是通洋的时候 通洋的时候 是把它们 引领到这个地方 然后这次暖洋的时候 就是让它们开始 增加了这个排的能力 对 无论是刚才贵枝的通洋 还是我们在 关注于在肾这块的 无注意的暖肾 它们两个的作用 都是一样的 用温的作用 把粘制的东西化开 更容易使它顺畅地排除 变清晰 好 第三个是什么呢 陆路通可以通经沥水 那么它的作用在哪呢 作用在我们的肾 这块水已经开始 变得清晰了 但是我要把它尽快地 去转化出去 也就是通我们的身体的经络 把这些浑浊的液体 变成水排除体外 所以陆路通是在肾这块 起到一个沥水通经的作用 那么一般来说 像陆路通这种的话 对于我们经络部通的 一些关节壁组 然后包括一些我们的那个 有的时候像我们的产后 那个奶勺 都可以用陆路通熬点水 然后可以去 有这种通经的作用 所以它的滑力作用非常的强 同时能够把水沥出去 所以我觉得前辈的一家 给它起这个名字陆路通 可能也就是因为它有这个 沥水啊 这个打开这个淤色通路的 这么一个意思 对对 所以它到了我们这个水池子里以后 打开第三个水龙头 那个木塞子也被打开了 大家看明显这个速度 我们下降的速度就要快多了 然后我们紧接着就到了第四步 第四步呢 我们用的这个样子叫择蟹 它的作用呢是沥水消肿 它呢择蟹呢 入这个肾和膀胱经 它不单是能够促进我们的水 身体的灼液 更快地变成这个助肾 去变成水 而且呢能够促进我们膀胱之内的水 更快地往下流 也就是变成尿液去排尿 这个是很关键 这个尿少尿短的这种情况 可能就会得到很大的改善 这个真是中药的这种配舞 太神奇了 从前边的混乱混浊 然后开始增加动力 增加韵力 然后变轻 然后又打开经络 到最后一关这儿 就相当于是那个水库 开闸放水 那我们泡这个的时候 是什么时间泡比较好 泡多久呢 一般呢咱们这个呢 没有太多的时间要求 按我写的这个刻数啊 贵枝呢是八克 无珠鱼两克 陆陆通两克 择蟹五克 如果大家用的比较方便的话 晚上九点左右泡 是比较合适的 为什么 因为九点呢 是我们中医三胶经当令之时 三胶为水道 那么清除的时候 它的精气最旺的时候用 所以三胶经巡行的时候 我们的经络激发 作用是最强的 所以这个时候 排水的效果是最好 晚上九点 对 然后呢一般这个药物呢 咱们就煮个十五分钟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温度呢 咱们首先得说 如果是糖尿病的病人的话 温度不要太高 那么基本上就维持在 三十七八度就可以 那么如果是没有的话呢 可以到四十度 四十一度前后 也不要太 温度太高了 每次泡二十到三十分钟 不等 这个方子 其实一般三岁以上的 这个人群都可以用 但是小孩呢 一般来说 我们就主张泡十五分钟就可以了 那么有这个心脏不好的病人呢 这个心血管的病人呢 我们主张呢 不要超过十五分钟 泡脚方式 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泡 泡脚方式 我们从小寒节气 一直到立春之前 都可以用来泡 每天都可以 可以持续去泡 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健康之路节目 本栏目由吉林敖东 安神补脑液 独家惯例播出 王医生 最后一道枷锁怎么办 最后这道枷锁 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就是咱们说 刚才肾气的这个耗损 我们呢 要适当地呢 给我们补一下身体的肾气 咱们给大家介绍这个 补顾肾气的一个代茶饮 中药的味道比较重 对 我喝出了生黄旗的味道 生黄旗 是吧 对 江青姐姐 你对黄旗应该很了解 你不是补气了 自己给自己补吗 对啊 我在家里真的会煮这个 可是我没想到 今天那个主任一号 我的脉 说还是气亏的 你先喝着 让医生跟你好好讲讲 我得多喝 是不是补错了 来 跟我们一个一个讲一讲 实际呢 我们中医呢 补肾气呢 肾气是很难去补的 对于我们来讲 没有什么药物 直接去补肾气 那么所谓补肾气呢 刚才我们讲了 肾气是主收纳和顾户的 它是怎么来的呢 也就是脾胃 的中胶之气 推动我们身体的 整个日常的新生代谢以后 最后结余的那部分 归纳于肾 被肾所收走 转化成肾气 存储于肾之内 它是一个动态的 进出的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补肾气 最主要的并不是 把哪位药 直接去补肾气 而是要首先加强 我们身体的 整体的气机 让它先旺盛起来 所以呢 我们首先 先选择了生黄气 生黄气呢 是一个补中气 补肺脾气之气的 这么一个药物 它可以补气 也可以有沥水的作用 生黄气古代的时候 也用来这个 做这个治疗这个水肿 这个情况 当我们的肺脾和 中胶脂气 补一好了以后 我们身体整体 气气旺盛了 它就会 促进我们 整个的这个 新陈代谢以后 它就会有一定的结余 像刚才这个 张青老师说的 您平时用的生黄气 补气 不管是用什么药 一定要注重搭配和用量 对 不是拿一个药 一泡就完事 因为首先 这个药 您给它补完了以后 您就可能会补多 上火 也有可能补少 不够 所以这个中医讲究 君臣佐世 形成一个组合 才能够把身体打通 我们来看看 王医生 给我们这个组合拳 然后我们看看第二个 第二个 山药 第二个是山药 山药呢 本身呢 有这个益肾补气的作用 那么山药呢 本身呢 它是可以入这个肺脾肾的 那么呢 它是什么作用呢 本身它益肾的作用 非常的强 那么中国古代的时候 就把山药 专门作为一种 补肾的药里头去用 对 包括我们的六维帝皇碗里头 三补三屑 用的这个山药 也是用来补 虽然它用的是补脾 但其实脾肾 对于山药来说 它都有补衣的作用 那是不是 是生的山药 和这个塞过的 治过的这个药 药性还是不同的吗 药性基本上是一致的 所以我们日常 把这个新鲜的那个山药 来当 当它来 一种药材来食补 也是很好的 对 因为它是一个 药食同源的药嘛 平时您当一种食物来吃的话 也会有相应的作用 第三个呢 我们呢 选的是这个叫抑制人 抑制人呢 有这个暖肾 鼓气的作用 那么本身呢 抑制人本身就有个 补肾的作用 然后同时呢 抑制人呢 大家也知道 当我们肾气不足的时候 就会出现什么呢 这个 顾色的这种失调 有的时候呢 小孩呢 会有这种 像今年冬天特别常见的 突然之间 家长都在说 我们孩子突然间尿床了 然后包括我们的老年人 会觉得 尿有点控制不住 那么顾色不住的时候呢 它就会出现这种 咱们说尿失禁啊 遗尿啊 或者这种 咱们说这个 经常出现这种遗经啊 这种状况会多一些 所以这个补顾肾气代茶饮 顾住这个气 补的气要顾在这儿 要不然就白补了 对 最后一位 最后一位呢 是茜食 茜食呢 在这里头呢 是一个益肾固经的作用 我们讲其实呢 茜食呢 它也是这个 处于这个 龟肺脾肾经 那么但是茜食呢 补肾的作用会更强一些 它是一个可以引肾经的药物 我们之前用了黄芪 用了山药 这种补气的药物以后 我们身体整体的气机 已经有了 但是呢 缺乏一个引经 把它最后剩余的这个气 往哪儿引的 这么一个信使 您看 就缺少了这个 那么如果有茜食加入呢 它可以把这个肾气呢 可以把咱们补的这个气 更好地引到肾气上来 那么这个时候 肾气就得到 有益的补充 并且茜食呢 也有一定的收敛的作用 它还能够顾经 对于我们身体来讲 我们的身体的肾经和肾气 其实是有一定的 相互转化的作用的 当我们的精气 顾住以后 肾气自然也就守得住了 所以您刚才讲到一点 很重要 就是肾气补起来 是很难的 但是我们有一个办法 就是能够通过这个方法 先把它 有的先顾住 对 不要让它消散掉 对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对 就是一个是引过来 第二个是 给它顾色住 别跑 我想问个问题 就是这个茶饮 当它很多痰的时候 它是不是也可以喝这个 因为我想到我爸爸嘛 他痰很多 那我帮他补肾的话 就给他熬来喝 对他这个痰有没有影响呢 一般来说是这样的 咱们刚才说 老爷子那个 是属于比较重的 他要是那个脚不肿的情况下 您时常可以给他 先泡泡脚 会好一些 对于这个来讲 您就可以间断地喝 比如说一天泡一小杯 一点点补一补 稍稍地补这个气 因为中医有句话嘛 叫做烧火生气 一点点来的时候 才叫补意 对 根据每个人的情况 然后自己去做一些调整 那就是年轻人 可能还煮了以后 当然带茶饮 但老年人就得慢一点 缓慢 量不能太多了 对 那么循序渐进 您可以一点点先喝 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一点点 把量给它加上去 或者饮用的水量加上去 对 我还想问一下 那您刚才说老人 可能要注意的话 那小朋友呢 比如七八岁的小朋友 这样能喝吗 一般来讲 咱们这个茶饮的话 其实小朋友更多的呢 其实应用起来 应该问题也不大 因为咱们的量 首先也不是很大 那么针对于说 我们的咳喘的 急性期的时候 肯定是不适宜的 但是对于我们预防 它反复发作 会有一定的帮助 这个是要煮还是泡 这个呢 一般咱们得煮一煮比较好 一般来说呢 咱们就是 这个煎水 半个小时 每天多煮点水 然后可以搁在一个杯子里头 每天带茶饮用就可以了 这个带茶饮呢 我们冬天呢 都可以呢 选择时间去饮用 从小行开始呢 一直到我们今年历春之前 都可以饮用 有了这么好的办法 我们来看看 最后一条枷锁被打开了 但是你像我跟王楠 这种属于比较懒的人 对 这四位到那儿药店抓来 然后 关键还得煮 还得煮 没得时间啊 对 还有什么更简单的办法 更简单的 其实咱们日常饮用的 还有一些 可以对于我们温肾 补肾气 固肾 纳气 有帮助的一些 这个日常可以用的啊 比如说大家 常用的那种 喝茶的时候 可能会听说过 搁点沉香 这个沉香粉 它本身就是一个温肾 纳气的这么一个药物 沉香有点贵 贵 对 其实呢 日常的时候可以 这个莲子 我们日常可以多吃一点 因为莲子呢 本身呢 它就可以补皮助肾 那么也是一个 比较好的 一个食材 要是同源 诶 煮点莲子粥 这不错 这可以 如果还有那个 说补肾最好的冬天 就是核桃嘛 核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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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核桃本身就可以补肾嘛 它补肾气的作用 还是不错的 带着它上的那层皮 一块儿吃 核桃褶上那层皮 带着皮 一块儿吃 对 这个简单了 核桃 莲子粥 对 再放点红枣 再放点红豆 一米 山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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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时 补肾八宝粥 补肾气八宝粥 王医生 用两期节用的时间 在小韩这个特别的节气里边 跟我们一起来拯救肾先生 那关于这个补肾 养肾 养肾气 您最要跟大家提醒的是什么 冬天呢 是我们养肾的一个最好的时期 不再说我们今年 是不是寒时之年 或者是水云不足 那么到冬天的时候 把肾补起来 养起来 无论是老人孩子 来年都一定会健健康康 茁壮成长 好 看完电视看直播 有问题直接问专家 也欢迎您下载 央视频客户团 收看健康之路 在央视频的直播 再次感谢王医生 感谢各位收看 再见 再见